來看一下有關那個LOTO財重獎機率統計這一題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會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我會希望知道說一號他在這一個 範圍裡面的那個重獎機率號碼 他總共出現過幾次 所以第一個問題喔 假如說我想要知道 一號在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呢 其實就是從那個什麼第二 一直到哪裡 追的最下面 最下面應該是到追多少 追的100 這個範圍 也就在這個範圍裡面一號出現幾次 哪個範圍在哪一個範圍裡面 出現的次數是多少 那如果你要算次數的話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一個函數 所以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你不要傻傻去算 當然不是叫你從頭到尾去算 一號一次 一號兩次 拍嗎 OK 那當然我看你算完你頭也暈了 OK喔 然後所以呢 第一個你要需要知道 就是插入函數 使用喔 在那個統計類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叫做 count 相關的函數 Count的話顧名思義 Count就算幾次嘛 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喔 可是我有個條件 我要算那個範圍裡面的哪一個數字 所以有個條件就if 所以喔 這個重點就是 我們可以用countif 那countif的話呢 就是 如果什麼條件是什麼 所以基本上喔 我們就給它兩個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它兩個 一個是range 範圍 一個是條件 Criteria OK 這兩個 一個是什麼 哪一個範圍喔 按確定 那範圍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的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切到這個 101的那個範圍 所以喔 第一個切過來 它會出現什麼 101驚態的話 表示喔 我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在哪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 第二 所以你點一下第二 這個 到那個追1的100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 不用 不要這樣選啦 我是建議你先選 左上角的那個儲存格 再 向下拉之後呢 再按Shift鍵喔 點右下角那個儲存格 這樣的話有沒有 它就會 幫我把這個範圍 其實啊 當然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不過你可能看一下 第二冒號追100 那就是一個範圍 好 那點擊下面這個Criteria 它會問你 那條件是什麼 那條件就是1號 所以呢 你就把1號點選 欸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它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呢 這個範圍裡面 1號出現的次數啦 好有沒有 全部算完 這個全部的total 總共呢 1號的出現次數 就17次 有沒有就出來了 那待會的話呢 當然我們按Trading之後的話 我們其實很快 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在這個空點 把它什麼 快速點兩下 讓它向下填滿 不過呢 填滿的時候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它的那個裂號 會幫你加1 哪些會加1 D2會加1 追100 100會加1 那範圍就跑掉了 所以這個前面的範圍不對 那A2可以往下 往下變A3 那OK 這個地方就不要 怎麼讓它固定 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在什麼呢 這個D2的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跟追100 100的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意思就是說 讓它向下填滿的時候 這個範圍不要變動 OK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 把它往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呢 這個D2到追100 這個範圍都固定 但是後面這個數 後面的出生格會變動 那沒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我們 102的話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切過來改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就改什麼 把101改成102 然後呢 這個D2應該是固定的 追後面的 後面的部分應該不一樣 看一下追 Ctrl向下 105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公式改一下 也可以喔 OK 但是喔 我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我說 你只要遇到什麼 遇到像這種 跨工作表的某個範圍的話 我建議喔 你可以使用另外一種方式 什麼方式呢 就是呢 在那個Excel裡面 有一個 就是 所謂的 定義名稱 的這個方式 那什麼叫定義名稱 就是說 我只要呢 給D2到追100一個名字 以後呢 我就 輸入那個名字 它就會指到這個範圍 這個方法 我覺得喔 比較建議 因為很多地方喔 都跨不同工作表 那如果說 你每次都點那個工作表名稱的話 還有呢 還要鎖這個列 其實 比較容易出錯 所以喔 方法2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 第一 定義名稱很簡單 如何定義一個名稱 再使用它 假如說 我用第二個方法 我覺得比較推薦 第一個就是 把D2選起來 然後呢 再把它往下拉 按Shift鍵 跟剛剛一樣 按Shift鍵 點追100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我把 這個範圍選起來 第二到追100 第一個喔 那將來呢 我給它一個名稱 那怎麼樣給這個範圍一個名稱 請各位注意看一下喔 在你的Excel的左上角 會有一個叫名稱方塊的一個地方 你只要把名稱輸入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個名稱我要叫什麼呢 這個名稱喔 我可能把它叫 這個 當然特別是名稱 你不能用數字開頭 你不能說101 它這個不能接受 所以乾脆在101前面 多補兩個字好了 叫開講101 OK 開講101 你不能用101開頭喔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有一個 開講101的範圍 按Enter就可以了 輸入名稱 第一個選取範圍 第二個輸入名稱按Enter 那這樣的話呢 以後呢 這個範圍以後 都可以稱它叫開講101了 那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在102的地方 選那個什麼 選這個第二 然後呢 讓它移到最下面 J的105 按Shift鍵 Shift鍵按住之後 再點J105 一樣選取範圍 然後一樣 在這個名稱方塊上面 給它一個名稱 叫開講102 Enter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有兩個名稱 那以後呢 如果我要做Count If的統計的話 剛剛的動作 基本上都一樣 插入Count If 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地方喔 我就 不需要再去切到那個 工作表的那個範圍喔 我只要做一個動作 按F3 這個可能有個快速鍵需要記一下 按下F3 當然如果你不記得F3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一樣把那個名稱 打在這個格子裡 一樣可以啦 只是按F3 它比較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用選的 它會把開講101 直接幫你把它放到Range 那以後 因為我們就是 那個名稱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呢 我就可以對應到 那個範圍 我就不需要像剛剛一樣 還要鎖定 不用啦 這固定的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得到了 一樣的結果 那可是不一樣的地方喔 你可以發現 這個公式裡面喔 它的名稱呢 就比較簡潔 不像剛剛 有個什麼 工作表名稱 驚嘆號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雙影號 然後D12 冒號 追100 然後你要鎖 不用 相對起來喔 會比較簡潔一點 OK 那同樣的方式喔 102 怎麼產生 其實你就把這個 這個嘛 複製一下它的公式 然後記得按取消 再切到這個102裡面把它貼上 那其實這邊把它改了嗎 開講102就好了 就OK了 其他不用改 打個勾 向下填滿 OK 那你想說老師呢 可是我現在不是要算次數啊 我是要算七率耶 那七率的話當然就是在什麼 再把它除以 它的 1號出現的次數 除以什麼呢 除以它這個101裡面總共有幾個數字 那我怎麼知道呢 有幾個數字喔 其實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 cont cont 就是算 算什麼 算範圍裡面有幾個數字 那我就可以什麼 cont 後面的話 除以 然後呢 這個後面就加一個 cont 開講101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幫我把那個開講101裡面的數字算一下 那回來的結果大概好像693吧還是多少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開講101裡面 所有的這個數字 除以1號所中的號碼 然後按打勾 它的記憶就出來了 大概是 應該是多少 萬分之 1萬次應該會出現245次吧 那就是0.0245 後面一堆小數點 可是喔 可能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這個機率這樣看起來不好閱讀啊 可不可以幫我改成 就像我剛剛講的 1萬次出現幾次的這樣格式 怎麼改 有沒有辦法改 當然可以啦 其實 改的方式 你可以按右鍵 存存格式 其實可以找一下分數 有沒有 把什麼呢 把分母的部分改成1萬 不過好像分母只有100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補兩個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先選分母為100的時候 那可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100次出現2次 可是我要1萬次出現245次的話 很簡單 你可以選這個之後 再去選什麼 自訂就可以 分數有沒有 選往下 這個捲到底下 100 那它這邊是100嘛 怎麼辦 你自訂一下就好 自訂就是修改它的規則 那你怎麼修改 點一下 然後呢 在這邊補兩個 1萬次 出現245次 這樣閱讀性就更高了 不然你看那個小數點 其實看的 都不容易閱讀啦 這樣打得比較清楚 1萬次有沒有 出現245次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 向下填滿 就OK了 那這邊怎麼做 這邊一樣嘛 其實這邊的話 就把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再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 改兩個地方就可以 改那個開槍101 改成102 開槍101改成102 這樣不就OK了 打個勾 好 那機率怎麼做 機率很簡單 把這邊的格式 複製到這邊來 這邊有個複製格式嘛 把複製格式點一下 再點這邊一下 他就把它的格式 給他了 然後快點兩下 這樣就OK 好 那合計的話 就是把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個 加這一個 然後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排名的話 你可以用rank.eq 可以讓他排名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然後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用count if 然後這個的話 是一個範圍 範圍的話 記得先選那個範圍之後 在名稱方外 輸入一個名稱 叫開講100 Enter 然後去找1號的次數 除以呢 開講101裡面總共有幾個號碼 然後一除就是它的機率 然後在格式部按右鍵 出成格式 先找什麼 分數 移到下面這邊 點這個100為分母 再製定就可以 補兩個0 按確定 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邊的話 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 就是用count if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算 哪一個範圍 哪一個條件 出現了次數的話 count if 非常好用 那另外的話 還有所謂的count count count的話 它是算 那個儲存格裡面 是數字的有幾 數字的 因為剛好我們 那個 開講號碼都是數字 所以它算完之後 就知道說 這個範圍裡面 總共有幾個號碼 應該 101 它總共應該就有99 應該檢測向下 好像就是100-1 剛好99 99乘上7 剛好就是693 所以 其實count的話 就算完 就是690 所以693 除以17 就是最後的機率 請各位試試看 那相關的東西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各位也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四單元的 樂透彩程式碼 這邊其實也有 比較詳細的說明